政府早前公布作為透過防疫抗疫基金 推出在公眾街市推廣 非接觸式付款的第二輪資助計劃 並擴大受惠對象以涵蓋持牌小販 資助計劃明天開始接受申請 為公眾街市租戶及持牌小販提供一次性資助 食環處方言言說 有關計劃資助減低在街市環境中 傳播病毒風險 為食環處核下街市 每個合資格檔位租戶及持牌小販 提供5000元的一次性資助 資助計劃預計可為及 9000個食環處街市檔位租戶及 5700個持牌小販 有意申請資助的食環處街市檔位租戶及持牌小販 可在食環處各分區環境衛生辦事處索取申請表格 並且在6月30日或之前遞交申請 1AND000個食檬 1AND000個食環 1AND000個食環境